人情 生心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关怀定归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愿我成功描迪胜 这是台湾人民 愿我成功描迪胜 无上圣生未妙伐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拿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拿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维新圣教医经大学 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代表 今天3月25日 下午我们继续来 禅解金刚经与佛法 异经的因缘关系 我们来到世间的时候 还没来世间 以前我们都在天上界 在天上界 就没有机会来体验到 世间的一切生老病死 所以世间是最宝贵的世间 以前在将近十年 我们在大人寺 我们师兄师姐 结婚了好多年 孩子都没有生 刚好呢 我在大人寺上课 两夫妻也就来大人寺 求子 求老祖 寻给他孩子 我说你们结婚多久了 都没有生 再怎么样 生不出来就生不出来 忘了 好 刚好前天晚上我要到大安寺也许 有一位菩萨 在天上界 一跟他说 某某你到世间都混某某啊 本年他不讲说你混某某 在世间上混什么啦 哈哈哈哈 世间不好玩哦 世间就是不好玩 我们在天上界 就没有机会来体验 世间的生死问题 所以他想要到世间来 我跟他说 但是呢 世间很苦耶 有生老病死的问题 爱爱不到 得得不到 十月是不了 什么环绕都来 但是呢 这位菩萨呢 他说没有关系 我就是要来世间体验 这在我们天上界 要来世间要排队耶 没有那么简单可以排得到耶 我们已经排了好几节耶 好多节算几千年的 还没有机会排来世间投胎转世呢 同学您来排老骨了哈 你排老骨了才来 有他来排姐家哈 有他今天下午下一节我们要 要宣誓耶 这百千万节难遭遇啊 所以我说好了 那我就帮你 明天我再帮你找看看 有人的话 有人就 先别出来的 那我就请他 请你呢 到他们家里去 那位菩萨很高兴啊 所以第二天刚好我们那师兄师姐 来了 我说好了回去就有了啦 我说有就有了 等着真正 我在下个月又到大安寺区去上课了 他又来了 两夫妻咧 太太 师父 我知道你记三了 记不得 师父 尹先生 师父 不好意思 说他已经有了 怀孕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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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好 好厉害哦 他说有就有了 我说不是啦 这个缘分到了啦 那好了 那就 来加持安胎啊 到了生的生日 要不满花 刚刚我们的共修的时间 就租了很多两个 一年五十斤嘛 那就是六年 七年啊 三百五十斤啊 今天中午你就吃紅两碗 吃几百斤呢 不知道 反正有什么吃就好了 感恩到祝福嘛 所以 他 拿油饭到老公来 我刚才一大早 要来上班 我们要共修 那么小孩子呢 伙婆呢 好 很可爱 我感觉没有错 我就卡在那里 黏了 他说 他吃了 六千 拿一粒 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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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不要漏汤的玄机啦 意思是说 我知道啦 好啊 要乖一点啦 好啊 你是谁 你老公我看你 打索印给我看 表示说 你没有错 你不会讲话 用打索印会吧 好 我就变成这样啦 他爸爸妈妈 在旁边 变成这样 说 他那儿子 那儿子 就像那儿子 那儿子 那儿子 还说 这个儿子 你还要带 你 要比较少认 如果没有 老板那儿子 你又有回事 所以 做了怀恩 就要 生了 来带 做客孙 所以3月15号 我也會修慧孫,你若要是小孩,七月以來要報名,三月十五號,努道聖誕情 所以這時,世間,我們要修行的是佛 那些抉擇佛陀的天上界,靈魂界就已經告訴我們,那世間會有很多規矩 就是金剛精如何保持自己的那一顆金剛性,不會讓我拍不見 但是,我們還是要學金剛性能讓我拍不見了 像剛才我們師兄去媽祖廟抽一支簽 我說苦吃,時間到了,很高興,我說你娶媽 他說要不娶,但是有女朋友 我說你女朋友怎麼會跟她顧婦呢? 想要結婚了 好,他們年時期到了 以前女朋友那些都沒有帶她的行 現在這個時間到了,你進入中門來,你也會不自由 因為以前還沒進入中門來,你的女朋友交一支簽都可以了 但是現在呢,你都要專心,好嗎? 要跟她一樣要,把老婆要娶起來 讓大家好好的,走一趟好好的人生 那麼修行,問我說師傅要怎麼修行啊? 修行很簡單嘛 你現在,以前女朋友那些,沒有一個做你的母 那就是你要去反省檢討 反省檢討是怎麼,以前的母是怎麼帶不成 不是人陷你,就是你陷人,那個緣分不夠 那麼現在,進入老子的法文裡面 就是要好好修行啊 不要像以前,遊戲人間啊 還是沒了事啊 等到病一來了 你那時候還要來修行不行了 那這個保證不行 那剛才我們有師兄 師兄,師姐,醫的,有胃癌 胃癌呢,這很辛苦啊 就長得還沒吃 那麼我們師兄,有在學換輩 有在誦經換輩 我說啊,讚! 你這齁,這裡騎著 都不用師兄師姐,要幫你做粵,你幫你粵粵了 啊 啊 我們呢,如果騎著要回去 趕自己去做就好,不用叫人家去做 因為你有修行了嘛 他也換輩,誦經 誦經 這修行啊 所以我們就是求得心安而自在 哦 以上的這兩個呢 都是我修行一個例子 講給各位,大家去做思考 好 我們什麼叫修行 咪咪咪咪咪鏘 才是修行啦,不是這樣啦 啊,你有空 你靜下來,要多做反省 做反省 忏悔 然後出逃,沒有發生 然後要改 忏悔,就是不要再發生 這樣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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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老公最不愛 讓老婆來參與 那個 助遊園人 我就大聲小聲 跟我們的講師 我們的法師大聲小聲 然後我忘記說他沒有可能 讓岳太太來參與很豐華的工作 但是奢徒不讓他來豐華 緣分都夠了嘛 但是呢 我都大聲小聲 我好啊 看你玩多久 結果沒有半年 開始 幸福伯來 伯來來了 碰度就尋了名 如果我們發明是不斷都碰起來 碰度就尋了名 那時候來的教師 師父啊 沒了要讓我老婆 太太 要參與風華行列 我說不會負了啦 不會負了 喔 這樣反省 我要反省對不對 要反省 哇 媽媽好啦 她的好是好 好就要聰明了 好 家裡很有錢 那些錢買不到啦 這樣啦 啊 這樣說 師父啊 她反省 她參會啦 她要讓老婆開課 喔 她不再動了 我說 妳相信也不再動了啦 相信也不再動了啦 啊 所以就王先生 我們就死去了 喔 所以這都是叫做修行 還好 到最後那一口氣的時候 才要好懺悔 放下屠刀 立地成火 這就是 為什麼會這樣 還是第一次的就是我見 我見 我的自己的執著 自己的執著 沒有眾生 那些寬廣的心量 所以我見 人見 人見 那眾生見 然後受得見 這類四象 這統稱為四象 四象 所以我見 普洞席 我們的私心 狹隘的思想 那是最可憐 啊 我們啊 要想一個人 要注意 我們最主要 隨便去恨一個人 當你 恨一個人的時候 要 氣要斷喔 那是什麼呢 妳也叫出來 妳一生所有的 都走出來 妳最不如意的都出來 不如意的都出來 不如意出來 咧 那就 開就回來了 就死了 死了咧 那嘴開開啦 不然啦 好 我死就要跟你相拚啦 要拚到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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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 人 最可憐 最可憐 很容易動怒的人 很容易動怒 都是因為 所以 我見 我 所看的 我执著 我自己的执著 最怕 死死的犯行 所以老祖開示我們 我們 要死 也要死到有幸福 但是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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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一段時間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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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也要讓公司掛出來 掛出來就憨了 憨了 憨到心中叫嫂子 嫂子才早來找老祖說要怎麼 他心中很辛苦 啊 油啊 吃不到 嫌嫌的到 那是什麼 那就是他恨 甘願 我說你恨到晚裡沒有放棄的話 你會很痛苦 病也無藥可醫 還才說他的情形給我聽 我這樣好 死後 我說師父 你怎麼拍心啊 我說我拍心 我死後沒辦法 我要恨死啦 憨死啦 你主管很嚴謹把你的管理 也是為了公司 結果你的失心太重 那就反了我見 所以婚啦 告訴我們來到世間已經 先叫我們上一部金光經 我們大家都帶一部金光經來洗肝 你不知道有在託還是沒有啦 你們在託那本經呢 家家有無難念的經啊 不是金光經啊 這喜怒哀怒的一部經啊 喔 所以我們來世間 很多你看不看的事情是有夠多 看不看的 人見 人見 我見 人見 你有你的看法 你有你的看法 你 我 它個人的見識不同 所以這麼我有 世間的恩煉請求嘛 那所以老祖 kı 開示我們金光經追婆經耶 你們若是可以的話 每天你送一個一片 那你就可以來找到自己的本性 这是人见我见 已经我们在天上界 佛已经告诉我们了 你不知道要他记得没有 他记得没有 都不记得 他不记得 他回头要好好上一步 一天上一步 幸福早了你就回送 这就是我们的修行 众生见 众生你我还有他 我们要来世间一情 我们接受的天上界 接受佛给我们的教育 所以叫做金刚经 一条这一条路 金刚不坏 我们的自信的母经 如果我们不在想 不在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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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执着 我们会执着 世间的喜怒 爱乐 这些疤疯的烦恼 我们在世间疤疯的烦恼 我们是很可能的啦 所以不是说师父 看到都在疼 这些事情都很顺利 我看到很多不顺利 我看到 烦恼 我要去死的 我要去 不是去说我没有得到什么 我去说我所付出的 希望大家能够 有 要呜 要呜 结果 航航 哈哈 我 也没想起 我要去死 去死也没胜了 所以这个呢 老祖开示 我们凡事 要 大笑三声 老祖一来 大笑三声 我们请示 请示老祖 开示 你是这样来 大笑三声 老祖开示 我第一声 哈哈大笑 唱 众生来世间 不知道好受傷 哈哈大笑第一声 又来呢 又唱第二声呢 说众生来世间 这年要走 下来得这么高兴 叫第二声 第三声呢 老祖说 我也下来 老祖说 他也下来世间了 阿三来世间 老祖也笑哈哈 哈哈大笑 第三个哈哈大笑 我们知道 知道好修行 得老人数 且老人 你不放过他 你又如何 人家常常说一句话 你就起到要半生死 好歹 死好了 所以我们师兄 听我这样说 师父啊 你有货无情的 有货无情 我的狗还没感觉 狗今天是过来货的 不是无情的 是有钱的 不是无情的 过来货是有钱的 还有情的 所以我们在世间 就是在修行 充满的 各种 喜怒哀乐 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了 我们要会自己 体验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建 我自己的间谍 不一定是完全的对 我的间谍 有分上与下 上就是心灵的提升 下 自己下坠 凡事没有智慧 是你烦恶 越来越多 这就是人生嘛 所以我建 在人间 人所看到的 一些思想 一些行为 他有他的方法 他吃虚虚肉肉 他的事 所以在台东 这名小卒 和尚 明天大师的师兄弟 一个和尚 他每天都吃虚虚肉肉 喝酒 他也要吃这碗蟹子 他说蟹子 佛造在山顶 没水好收起来 你对我去 我串起来带火葬 他只要买 然后就吞下去了 然后就吃了 酒陪着 嗯 八酒山顶 山顶 你看你会去到镜 没法酒喝下去 给你 蟹子 蓋着镜镜 所以 那时候 压力压力压力 要看的 那时候 那时候 都要赠钱 那钱就来 走到那会 那些出家众都不敢去找 他说 因为他要把他赠钱嘛 所以 他说 因为很骯髒的 他就要问我 要问我 他有心 他有心痛 所以乾脆呢,用安安安都教他們 那些董修那些,阿伯就說不怕 不敢來找他,這就是眾生相 所以說,你看我喝酒也落地獄啦 你看我吃薩薩也落地獄 你沒看我吃也落地獄啦 就是要受幸啦 祝福各位 謝謝 各位維新聖教一京大學 我們宣誓同修代表 今天,下一節啊 我們要宣誓,初級班要宣誓典禮 宣誓,就是代表一個人的責任 我們宣誓,是帶著我們的祖先 祖靈,還有冤親在祖 在當下佛前 祖書前 列祖列宗前面 告知我們的心 我們宣誓要成就,要成道 而且要將妙法學好 然後用這個功德來回向 大家就是宣誓 在差不多十年喔 第十二屆的師兄 他呢 初級班 初級班呢 我們教務處 要他來補宣誓 但是呢 他把那張結業證書 初級班 忠心賢室的 這個證書呢 他在家裡也掛很多 這個獎狀 掛得好好了 有一天 突然間 那個獎狀 他就掉下來 好像拿起來 把他彈在頭上去 結果去看 忠心賢室 第十二屆 我插一條 原來 我沒有去宣誓 戰格的透過小便宜 教書就發佛了 要我幫他補宣誓 我沒時間 要他掉下去 這樣連 他的守護神 父法神 教聖把他貼 把他彈在頭上 我們師兄說 師父 這有錢的 還沒有了 所以為什麼 我賤 反正來說 我自己 我如果有這個證書就好了 我沒有一定說 要去宣誓 不然宣誓 老的師父也不知道 說學生我也不知道 師兄 我不知道 我也知道 沒有為什麼 你那個 那種 我們的忠心賢室 這個證書 對面 你肯定 彈在頭上去 走一條 來補宣誓 我賤 人賤 眾生賤 你看到 你有沒有真心的來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你的祖先 也在幸福面 在看 那也眾生相 眾生賤 所以眾生 不是說 只有說 媽媽堂 那裡而已 所以我們 凡是有緣的人 在世間 都有 在旁邊 在觀看 所以你們 來參加 宣誓 或是 皈依的時候 你們行福面 有龍天護法 你們的守護神 你們的護法神 都是躺著 在你們的身邊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 既然入門 我們就好好 用自己的時間 多餐 多悟 你就會 發覺 人 所沒有辦法得到的 你會覺得 心很像 眾生相 還有 受責見 受責見 世間 不外的時間 空間 和地點 以外 應期 受責見 應期在什麼時候 我們曾經講過 安檢師兄 他也是 蠻 蠻 蠻有的 會根 有一天 他來 到 我們 生活室 他說 師父啊 你給我看 你說 那時候 夜間那時候 晚上你給我 算法馬來 好嗎 要算什麼 沒有事情 我要給你算什麼 沒有啦 我最近想想想想想 想想 想想 嘴洋洋 你來 開始叫我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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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顫票 神之 吼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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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在報告出來 把我們的手機部拿出來,我給它勾起來。 我說,你怎麼發? 發到代工,還會給人家? 你怎麼會這樣? 如果沒錢,就用錢。 剛才去台中,我們去百貨公司,去新光山裡那裡, 和朋友去那裡,不知道做什麼。 我不知道賣什麼物,跟我們臨 Venez 都有 手搖一下, 不然到照片,來 holy eyes, rz和我臨娘。 他原來臨娘 Ulrich hus go 去病院拿證明,要去查它。 要搞什麼? 阿婆這麼翻起來 哈哈,師父教我那天,剛才那天 還授奏這個時間嘛 地點時間 所以他,算了啦 我的命啊 福家在,師父教我講 否則我真的要跟他搞了 宴廠,要跟他搞 這就是說,我們人來知己知疲 我們就不會 有所 盲撞 所以我們學到,你如果有什麼 奇奇怪怪的事情 你們最好一定要沾掛 一定要沾 不要,像剛才我跟我們師兄說 你胃癌不好 自己沾掛 吃那個可以嗎 有炒的可以嗎 你自己沾掛嘛 掛中的天衣,祖孫喬 如果紅的時候 你去吃脫水沒問題嘛 掛中 關過癌,病 如果服藏的時候 沒有現的時候 你有天衣 有天衣,警察一大天 憲兵也一大天 結果壞蛋,你找不到啦 病魔,你找不到也抓不到啦 這就是我們學習用意 你要懂得用意的殘疾啊 這就是我們 我們維新聖教 我們的法文 路道傳給我們的意經 和佛經 佛法,完全相符 金鋼精 是在天上界 要不來時告訴我們 我們春春教誨我們 我們 我們 每天的 乱世間 跳上去 不記得了 不記得了 就在世間上 有很多的 煩惱 誘惑 那我們就被誘惑 走進煩惱的境界 所以王山老祖 叫我們要修口嘛 要我們修心啊 修心修口 然後要養靈啊 我們的靈 是怎麼判不了 恨越多的人 變越多的人 你的靈 月會 拍不記得 所以很多老大人 老大人 老大人 就年紀了 他很容易 老來 老人出在症 還是說了之後 不記得了 不知道 我們到多少 幾乎 那就是什麼 勝出錢 頭腦 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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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到老來 就有一些現象出來 最近 我才發生這個問題 想說 我 想看可能要修電話號碼 你知道意思嗎 啊 修電話號碼 就 萬人 怕不怕 不怕不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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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笑傲江湖 就卸肝 那是肝和肝 充满的危险 那我们就要注意 自己学习用意 我们有意经 凡事有决定的事情 凡事一定要多赞 凡事接赞 你就不会减到路 如果没有呢 等下你们回去要回高雄 就走去台北了 那么要走去台北的 你走去高雄 奇怪哪这样 所以这就是 我们凡事接赞 这就是我们的比喻 我们的人生的方向 听有吗 各位微信闲事同修 佛法 道法 本来都是义 都在谈心 谈佛心 道心 那么我们把它统称为天心 天心 天心呢 就是我们的智慧 常智 以一心 就是一个心 那么心 朦朦朦朦朦 你要看不到 我们一般都是念 念啊 你的越多 代表头脑越活泼 但是咧 我们的念 如果太多 没有纯正的念 我们 阿伯 对我们自己 是越不好 这就是 我们要不要来 洗肝 以前 分了 跟我们开示 我们 要洗肝 就是要修行 为生与死 一大事 而注释 有人 问释迦牟尼佛 佛陀啊 洗肝 这么一口 你是怎么 要来洗肝 释迦牟尼 他告诉我 我为众生的生死 一大事 来注释 为众生的生死 来注释 众生的生死 不是一般说 我为众生的生死 来注释迦牟尼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而是为我们 每一件事 怎么会这样开 去体验的 灰是这样的 灰 灰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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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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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了 这都是体验 我们来洗肝 都是体验 那么你们现在 坐在这里 卡住也要 你也可以体验 坐的是 做佛祖不简单 不简单 不然你起来 坐在那里 我给你摆 不要紧 你我 如果坐在那里 我马上来看 你要坐在那里 我会给你摆 对不对 所以那就是体验 曾经有一个 我们的信徒 他来洗完事 老师啊 你洗完事 风景这么漂亮 空气这么好 我如果家书 可以来这 洋路不太好 我洋路 这也不好 这样倒是更好 台北金山 那一个洋路 那是最好 他说金山多少位 金山什么宝塔的位 师父 我有去看过 要怕死 恐怖 好 我阿伯不来 你不要去 你女儿很友好 也要跟你们 跟你跟他 他说是吗 我女儿 已经去那里买一尾了 你不要去 也不行 这就是生死问题 生起欢喜心 死掉 烦恼心 我生起 你女儿友好 阿伯 你不用烦恼 你自自然言 说 翁生意 开不出 有消息 阿伯 你就可以 生去 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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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友好嘛 你还要很感恩 就是你的女儿 阿伯 这位 我们的师兄 他说 是啦 想你这样说得到 我女儿是很愉快的 但是 问我说 爸爸 你的定期的当时 要替担担担 小孩在给他吓想 他的定期的担担 这也是 人生嘛 人生各种各种的事情 都会遇到 要有欢迎心 我说 你回家 交代交代 把你女儿交代交代 你当时 你待会让他收拾 他没关系 说你有多少钱 你要比较友好 如果对我比较不好 我的密码 我不要跟你说 他说 阿叔 当时才能给他公议 我很简单 你叫你女儿 但是你如果 王生 他没有冲锅医药 这卡电的去查询 去卡电的给你 你这还电的中 加工火马 他说 师父啊 哪有可能 我女儿 听到我电话 说我在加工火马 时 我女儿怕死 不 你女儿很欢迎 因为有意外的财产 所以我常常给我们很多信众带领 你要注意 不是你女儿不好 不是你女儿 不是你女儿 也怕她不好 只是你要老老婆 我们公共很多人 都是为了这个资财的友好 我才说 我们一个大凡事 我们一个师姐 她的老公 我都很有钱 四个后生 她呢 七八十岁了 七十五十了 那时候她想说 那个孩子一人扑一扑 有一个人扑四亿 人家放钱 第三个孩子 子呢 捐一扑八十五万 要扑的时 一扑八十五万 都扑上来 结果第三个孩子 开始打资财 接过去 这就是要公平 一扑八十五万 他把他扑上去 不說別人要照顧 去反應照顧 好 我們的師兄 以前老公 很興奮 興奮到這樣 你去請教師傅方面來處理 我很簡單 我教你 你這兒子都叫上來 你說我上四人欠人 給你算上含電本代理 一人車要一千萬而已 你們村的那兒 我都要收回 他們都收回 我收回一千萬給你 我這兒生小小給你 吃一千萬 待會兒我死了你這十萬 還要出了我沒有給你 好 三四個兒子 就開始去緊張了 原來的兒子都不在地回來 帶老婆去出場 到那兒四個兒子都輪流 一天回來陪老婆 那錢有效嗎 有嗎 嘿嘿 你們都要受我主意 好 這是世間好無名嘛 無名 無名 無名去把良心蓋住了 到最後呢 我們那兒子 那兒子都輪流 回來過老婆 三五個兒子 就比較困難買一個東西 回來給老婆吃 再去吃好回來 好 有一天 那兒子都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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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老婆聽到 好 老婆氣四五年 好 你要把他吃好 好 兩早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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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婆呢 好 老婆呢 你去死 兩早上風 再三 你們有這個煩惱嗎 沒有 我也沒煩惱 因為我沒有再三 有人問我師父 那你煩惱死 為什麼要煩惱死 這環境 那你如果死的時候 你還說 這要分給誰 那會受過嗎 我保證受過 受過說 是怎麼樣 我們的爹主 都會受過說 我接不來 讓你去管理 不是說他要愛 他說哪有可能 有啊有可能 因為我的爹主 大家 都怕負責金 所以 政府是 這這麼大片 每一個月 電錢 像這個電錢 就要22萬 每一個月 就要22萬 水錢 水金 水金 這個 政府是水金 房屋水 一年 要2、6萬 你看 到來 你如果沒有 兩保釋 那些人 嘿嘿 無知到家 陰操 一個月 一年 就要花幾百萬 我不知道 以法共佛 還是要給各位發言 是這樣 所以 我們人在水金 聖的 都拿到你 去去去去 那些人 也拿到你去去去 那些人 無知 每人都會愛 那些人 貪春吃 嘿嘿嘿 你如果貪春吃太多人 不用怕地獎 白班 白不到 所以我們先搬名著列 我們不要去變成地獄 有我們的圍 所以同修 我們來到水金 修行 我們一定 要自己 有做智慧 我見 人見 眾生見 受賊見 這四股的殘餘 我們大家 好好 我們來 試試掛著水瓶 我們可以 從裡面 和疫情融合為一 我們來 頓悟察覺 人生的尊敵 那麼今天 我們 新的年度開始 我們共修 下一次 月底 繼續 照常要共修 水瓶法會到了 你要不要報名 湧著報名 那我們下一次 共修 照常共修 因為妙法 無處循 當下即是處 現在你不修 不悟 那你等到什麼時候 才要悟呢 所以今年 霧氣千秋 第一節共修 第一天共修 祝福各位 霧氣千秋 事事順利 家家平安 人人賺錢 大家 不會增長 祝福各位 阿民朝夥